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是6以下还是5以下还是4以下还是官方数据说的6.6 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争论 这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重点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回答 为什么出现了2018年出现了如此大的下行压力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办 经济下行到2019年我想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词 股市的春天能不能会来呢 如果经济继续下行 股市怎么可能有春天呢 股市的寒冬将持续下去 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要弄清楚 经济下行的原因在哪里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2018年经济的下行 2019年我们有望遏止这种态势 流转这种局面吗 那么我现在我先首先试图回答一下 为什么下行 首先我想短期的 我认为2018年的经济下行 有四个原因 有三个是国内 有一个是国外 国内是哪三个原因呢 第一个是 我们金融去杠杆防风险 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 去杠杆的效应叠加 造成了很多企业融资困难 资金链出现问题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 这是主要原因吗 虽然央行行长明确这么讲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意味 说这就是我们金融风险的 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不是啊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杠杆这么高 负债这么高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 我不用说五年 过去十年以来 中国这些企业 高速扩张 资产扩张 负债扩张 靠什么扩张呢 是靠你的技术扩张的吗 是靠你的内生的增长动力扩张的吗 是靠你的利润 靠你的自由资金扩张的吗 当然不是 靠什么 靠银行借钱 靠发债 靠银子银行 中国的债务规模的 恶性的喷胀 喷着了什么程度 我估计今天没有一个人说的清楚 很遗憾 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 而且我在银行工作那么多年 我都说不清楚 上上下下 政府 公司 个人 全部都通过 债务的泡沫 通过杠杆 来扩张 这样的经济模式 能持续下去吗 如果能持续下去 那叫天理不容 我们很多企业 通过债务的凶猛的扩张 疯狂的扩张 报表很好看呢 资产快速扩张 几百亿 几千亿 几万亿 请问赚钱吗 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不行 都是证监会的责任吗 在美国股市里面 有几个人 股市 不管是崩盘也好 不管是股市不行 有几个人骂SEC的 其实中国股市 一个最根本的麻烦 是企业不赚钱 第二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中国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去年 光这一年跌掉30% 市值缩水7万多亿 如果按过去十年算 我是研究金融史的 我看了一下 中国的这个 十四万亿 中国这个过去十年的 股市下跌 和1929年 美国华尔街 股市崩盘以后的十年 有的一笔 不就是绝大多数股票 都被腰斩吗 一千多家是两千多家 跌去70% 还有多少跌去80% 多少跌去90% 你看看1929年 股市崩盘以后十年 不过如此 这两个原因 虽然很重要 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是什么 就去年我们出现了 稀奇古怪的各种杂音 小美私有制 先是我们人大的周大教授 以前我在人大上课的时候 还算过他的课 80多岁的 突然跳出来 要消灭私有制 紧接着是 环球时报的胡大总编说 不着急 先暂时别消灭 以后再慢慢消灭 紧接着是 吴小平站出来说 你们民营企业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该退场了 走人吧 走人走人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遭受重创 我觉得这是造成 2008年的 经济下行 最重要 最要命的原因 一个外部原因 就是中美贸易 中美的贸易战 中美的贸易摩擦 这可以讲是一个黑天鹅 去年3月23号 特朗普在白宫 公布301调查结果 其实当时中国 没有多少人 认识到这个贸易战 对中国有巨大影响 中美两个国家 如果出现贸易摩擦 贸易纷争 谁受的损失更大 但是我们当时 很多人没有预计到 所以2018年的 经济下行 这四个原因 好像看起来 都是黑天鹅似的 都是没有想到的 但是我想提醒 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 思考一下 这四个原因 背后深层次的根源 在哪里 背后的根源 是长期的 所以中国经济下行 它有它长期的因素 那就紧接着就问怎么办 2019年 前面讲的 造成2018年 下行的这四大因素 还在不在呢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遭受重创 现在有复苏吗 我感觉现在 最多恢复了30% 这个康复是要有过程的 我在国附委讲过 我讲的非常直率 讲的他们非常不开心 我说你们讲国有企业 做大做强 我说你们做大是很容易的 是吧 武钢和宝钢合一 行的命运 你们俩合并不就做大了吗 但是我说你们要做强 我看几乎不可能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 2019年第一个问题 能不能解决 我想解决到30% 我希望能解决50% 好 那2019年 只算有点希望 第二件事 金融的去杠杆 那么现在国家家当力度 10月19号 20号以后 这几个月连续出台各种政策 什么三支箭 什么一二五 我相信也能起一定作用 我想能起一半 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的执行过程里面 有所谓的长跟组 根本执行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多年的 债务的高速扩张 快速的加杠杆 客观来说 相当一些企业 现在已经陷入了 叫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的困境 叫资产负债表衰退 什么意思 虽然监管部门出台这么优惠的政策 什么一二五 什么三支箭 但是很多民营企业 其实已经没有能力 再去融资 再去投资 所以第二项政策 第一项政策 我认为起作用 30到50 这个疗伤啊 第二项政策 也许能够50到70 第三项 就是股市能不能起来 中国的股市的核心问题 到底在哪里 我经常喜欢引用的一个数据 2018年的上市公司 全部利润的数据还没出来是吧 2017年上市公司 全部利润3.3万亿 上市的这40几家银行 加上上市的房地产公司 就这两个板块 拿走全部利润的三分之二 其他那些公司有什么利润可赚 很多上市公司的利润还是造出来的 全部都是印收账款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我真不知道这个大流是从哪里来 中国最赚钱的公司第一名 中国烟草总公司 第二名是谁呢 工商银行 我们1444家 创业版中小版的上市公司 全部利润加起来 比不上一个半工商银行 我就不明白 这样的一个利润结构 怎么可能有流逝 靠炒作啊 靠消息啊 靠忽悠啊 所以我想这个要素 2018年 2019年 我认为 我仍然是非常的谨慎 甚至可以讲悲观 那么第四个因素呢 第四个因素就是中美贸易战 我想中美贸易战在3月1号以前 应该能够达成协议 所以这四个因素加起来 2019年 从经济的增速来讲 我想可能要好一些 官方说可能是6.2 6.3 有的说是6%到6.5 还有说是6%以下 总之各种说法都有 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前面这四个因素 大家仔细分析 可能今年的情况 我只能这么说 比2018年的情况 可能会有所好转 但是 我必须要加一个但是 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 我认为 我们还有几个重大的灰犀牛 和黑天鹅 有几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灰犀牛 我就说一个 房地产会不会成为 中国的2019年 2010年的灰犀牛 我不展开去说 值得我们高度的重视 对于个别城市 对于人口仍然在牛肉城市 也许房价能够稳定住 但是中国有几个城市 仍然存在人口的大幅度的流入 现在中国老百姓的财富 官方数据都已经这么讲 80%已经是房地产 房地产的市值已经65万亿美元 65万亿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 GDP总和 美国加上全部欧洲 加上日本 还不到65万亿美元 我不知道上海现在房租的收益率多少 全国的平均的收益率不到2% 更重要的是 我在经常问一个问题 我也看了很多报告 未来房地产的真正的需求 到底来自哪里 我谈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 我通常会用两个词 我用两个词什么呢 这是金融 也是金融学的两个词 一个词叫集体性的幻觉 就是当一个东西价格在上涨的时候 当人们希望它上涨的时候 你会找出一万个理由 找出一亿个理由 你解释它一定会上涨 一定会上涨 这叫集体性的幻觉 当年日本就这样 我想我们今天分析中国经济 我们既要看到短期的 这些可以确定的因素 和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更要防止我们陷入一种 这种所谓的叫集体性的幻觉 2018年大家今天看一看 2017年年底 2008年年初 各大机构的首席 各大机构发布的报告 大家现在拿出来看一看 和全年的结构对比怎么样 我想2018年这一年 足以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能力 没有任何经济学者 有能力说那预测股市 但是我们看到 中国经济长期的 长期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眼光 应该放到中国经济的 长期的问题 我前面讲的这四个问题 还是短期的问题 更长期的问题 中国的企业家也好 中国的投资者也好 什么时候能够把你的注意力 什么时候能够把你的精力 能够放到真正创造价值 创造财富上面来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前不久和国内顶级的一些VC PE投资者 好多都是校友同事 大家在一起聊天 他们都讲说现在 也进入投资的冬天 找不到多少投资机会了 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 我说 你们所说的投资机会 估计是很少了 因为什么呢 你们心目中的投资机会是 今天投下去 半年以后最后估值变五倍 一年以后变十倍 两年以后变成一百倍 然后马上上市套现 这样的投资机会在中国 估计没有了 或者很少 中国人现在要求的是 我的市值马上翻十倍 翻一百倍 我的身家在一年之内 要翻十倍翻一百倍 所以只好玩杠杆 只好玩债务 只好玩金融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 玩杠杆 玩债务 玩金融 最终是建立在沙漠上的海市 圣楼 很快要全面崩塌 这个崩塌 就是明司机时刻 什么叫明司机时刻 我在这里提醒各位 中国 这是周小川行长警告的 中国是完全有可能出现 明司机时刻的 不是我警告的 周小川行长多次警告 而且在人大会 分组讨论会上就警告过 什么叫明司机时刻 就是突然有一刻 大家意识到 你所购买的资产 可能都会变得一千不值 你会疯狂地逃走 我们所有的金融 是建立在这资产的信心 对机构的信心之上 当有一天突然 人们对所有的金融产品 对什么股票 对房地产 对什么基金 对一切都实际信心 对银行 对基金公司 这资产公司 对所有的都一切实际信心的时候 全部要夺门而出 夺门而出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逃得出去 这叫明司机时刻 所以为什么中央 把防范金融风险 仍然联为2019年的 三大攻坚战争首 是担心出现明司机时刻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2015年股市崩盘 就曾经出现过 小规模的明司机时刻 我衷心希望在2019年 大家首先管理好 自己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